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继续带给大家崩坏心穷铁道评论康尼 2.1版最新任务成就攻略 2.1新增钟表把戏共3个 好那么上一批带大家收集完情绪齿轮之后 这一批总结了2.1版本 3个新增的钟表把戏只有3个 那大家如果要做这个梦境护照的话 这一批不用看啊 梦境护照会带大家一块的 大家如果说是梦境护照自己弄过了 就想来看看钟表把戏的话呢 那可以看一下这一批 好一共是三个啊 来我们首先呢一起打开地图 带来到克劳克影视乐园 这个放音区入口这个锚点 到了锚点之后 朝着小丘上方北方向 从这个小门我们往里面走 走进来之后呢 在我们右手边有一根PC 叫奥科恩萨娜跟他对话 施展钟表把戏 然后我们这个齿轮啊 之前这个2.0版本 剩的这个欢欣还有很多 我们那边直接解锁 好对话话之后呢 这边会有一个钟表把戏的任务 来我们点击一下追踪 打开地图 大家来到这个下方 这个哈努帮派基地这个锚点 到了锚点之后呢 来看到小区右边东方向 跟着这个任务指引往前走 好 拿完这个东西之后呢 来我们再点击一下追踪 大家来到黄金的时刻 陈闷商街这个锚点 跟着这个任务指引上楼梯 过来找这个NPC对话 好把这个道具交给他之后呢 再点击一下追踪 回到放音区入口 就是这个克劳克隐私乐园 放音区入口 朝这小区上方北方向往前跑 一直跑到底 然后左拐 对话话 我们一起打开地图 大家再来到影城大门这个锚点 笔直往前走 找这个NPC对话 好 对话话之后呢 我们再打开地图 来到这个放音区入口 朝这小地图右边东方向 过来和这个NPC对话 好 这边要完成任务 好做完之后呢 我们打开地图 再来到招路公馆 梦主大厅这一个锚点 到了锚点之后呢 朝着我们小军上方北方向 笔直往前走 最中间这个大门 笔直往前走 定了这个大门之后 在我们左手边 找这个麦考先生 好 这边使用我们之前剩下的 这个碑玉齿轮 2.0剩下的 好 这边对话话之后呢 会开启这个钟表把戏 好 对话话之后呢 打开地图 先来到我们下方 梦主大厅这个锚点 好 到锚点之后呢 朝这小地图 左行角西北方向 这个小门 我们往前走 上到这个二楼 前方这个门内 走进来 到这边的这一个立体空间中 好 进来之后呢 左前方 先摸到这个梦炮充能 好 摸到充能之后啊 看到小地图 左上角西北方向 直接过桥 那大家这边任务和宝箱 肯定都搞完了 才来弄这个梦境护照的 这边这些地方都不讲了 直接带大家走了 好 走过这个桥之后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右边东方向 躲一下这边的怪物 在这个墙角处 再用一次充能 换到这一面墙来 好 面前呢 就是他的这个兄弟了 好 打完他兄弟之后呢 我们一起打开地图 右上角点击返回 好 然后选择这个 梦祖大厅 这一个锚点 到了锚点 笔直往前 进入到这个城市沙盘中 好 进了沙盘之后呢 朝着小地图 左上角西北方向 跟着这个任务指引的方向 去找他的姐妹 好 那么找他对话的话呢 我们需要提交到一个 酸梦牌软堂 大家如果说 背包里面没有的话呢 好 我们打开这个黄金的石刻 左边 甜蜜叶偶这个锚点 向下走 这边有个爆米花餐车 在这边可以买到 来 跟他对话 好 这边对话完 打开地图 右上角 选择 返回 还是来到梦祖大厅 这个锚点 到了锚点之后呢 笔直朝着小丘上方 北方向往前走 还是中间这个大道 向上 进了门 左手边 跟他对话 好 拿到这一张城市沙盘地基 和一个限电游戏笔 好 那么做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打开地图 大家来到白日梦酒店 梦境 到这个左上角 给大家缩小一点 左上角 大家看到 原本是在这嘛 左上角 这个贵宾休息室走廊 这个锚点 到了锚点之后呢 看到小丘下方 南方向 和这个NPC对话 开启钟表把戏 剩下的这个愤懒 还有很多 直接解锁这个表盘 好 对话画之后呢 开启这个钟表把戏 按一下V键 追踪 我们一起 打开地图 打一只梦酒店 大家看到 右下角 这个地方 珍藏之类 米兆花二这个锚点 闯过来之后呢 朝着小丘上方 北方向 往前走 然后直接在路口 左拐 走到最底下 然后左拐 就可以找到这个NPC了 好 打完怪之后呢 再和他对话 好 那到这边 这个钟表把戏呢 就全部带大家完成了 那从下一批开始 带大家来拿 这个2.0星的成就 记得关注再走